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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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不会见言评语 就像那些渣男一夜谈着吸纸糖 我只会高渴弃 希望你能理解我便和我一起唱 A 我知道这个世上真的感情比不多 就像那首歌说的一样 你重复了我 你还一笑而过 所以现在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哎呦 what everybody This is Aki Scroocha 澳洲小舞 right here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的这个 这个头盔的这个镜子啊 改了啊改了 很酷有没有 废话少说啊 这个好久没有给大家做这种 边起边说的这种Vlog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给大家讲什么呢 今天给大家讲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新手话题啊 对新手来说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你骑摩托车不应该穿什么啊 换句话来说你骑摩托车呢 应该穿什么不应该穿什么 都会在这期这个Vlog给大家讲啊 呃那首先呢咱们从这个头盔来开始啊 摩托车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交通工具 然后能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呃这种自由这种跟风的这种感觉啊 这个这个很多其他种类的这种交通工具 你是没办法得到的啊 所以说呢咱们骑摩托呢还是以安全为重啊 那从头盔来说呢 哎作为新手来讲你头盔该怎么穿啊 你不应该买什么样的头盔 首先呢 呃头盔这个东西很重要啊 它保护你的头对不对 如果你的脑袋出车祸怕磕地上对不对 呃弄个脑震荡或者怎么样了对不对 只要轻微碰出一下就有可能出现脑震荡 非常严重脑震荡 这样的话呢对你的健康是特别不好的 那这样的话你也骑不了车了 所以说呢头盔什么不应该穿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头盔不应该穿这种 就不建议吧大家穿这种半亏啊 半亏呢它固然是好 但是呢半亏这个东西呢 它毕竟保护你的脑袋 它不保护你的下巴 它不保护你的脸对不对 呃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毕竟没有全亏就是全兆亏啊 你甚至买我这种就是可以flip up 就是这种可以把它打开的这种亏也可以啊 对不对 这个也比要半亏强啊 我理解有些哈雷的骑士 他们可能为了要半亏就是为了要那种形态嘛 为了要帅为了酷对不对 我比较理解那种感觉啊 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这个要骑车要怎么样 要带全亏啊 别带这个这个呃别带半亏啊 呃为你的安全考虑啊 尤其新手来说不要嫌麻烦啊 不要嫌麻烦 因为而且我觉得头盔全亏挺帅的 尤其配我这种精子啊挺酷的 没有说什么就是形象上来说不好看或者怎么样 对不对啊 呃好 然后呢 第二点就是说你买头盔一定要注意 哎全世界目前有这么几个标准 一个是欧盟标准 就是现在全世界都认的 一个是欧盟标准 还有一个是美国标准 欧盟标准是CEC好像是 美国标准是DOT 那你买头盔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新手买全盔 然后你最好问一下那个商家 呃这个头盔里边有没有这个DOT 也就是美国安全标准或者是欧盟安全标准 啊这两标准是目前来说世界上最高的标准 当然还有一个Australia standard 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标准 这个呢就没有那么全球化了吧 但是澳洲这边也是认欧盟和美国标准的 我相信国内当然也是啊 呃当然了这种头盔呢它会相对于那种就是 国产的一些山寨亏啊 它可能会稍微的贵一些啊 但是我觉得真的脑袋这玩儿 尤其这种装备这种东西 我不建议大家这个在这上面上前啊 所以说大家记住了买头盔买什么 买全盔别带半盔啊 别带半盔不好啊 不好不安全啊 那买全盔要什么标准 欧盟标准和美国标准 一个是DOT一个CEC 那这两个标准在哪里找呢 一般都在头盔里的 我会在这放一个图片啊 一般都会在头盔里的这个就是标签处 就是就是教你怎么洗衣服 比如说你买衣服教你怎么洗衣服 不有标签吗 他一般都印在这种标签处啊 呃 然后你可以去那找 或者是你直接问商家有没有 你给我照个照片过来 我好知道对不对 这样你在买 OK 那这是头盔 那我们现在说衣服衣服不应该穿什么 背心啊 背心普通的衣服 就各种普通衣服都不应该穿 骑摩托的话啊 各种普通衣服都不应该穿 什么好看的皮衣什么的 你首先得知道你你是在骑摩托 那骑摩托要什么 不摩托服 对不对摩托服 那皮衣呢固然是好 但是有些时尚的皮衣 它没有防磨的这个这个标准 那你为了要有这个防磨的标准 还是就是换正常的摩托皮衣啊 摩托皮衣 大家可能从外表看摩托皮衣跟那普通皮衣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因为它有这种防磨标志 然后它里面有加厚的加层 包括防风 它有那个挡风的材料 呃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呃最好不要穿自己的衣服 因为呢有好多压弯的 他穿自己的衣服呢 呃 他滑倒了 滑了10秒20秒 对吧 这这种情况下 呃大家听起来10秒20秒好 很短啊 但实际上10秒20秒呢 足以把你的这个皮弄的皮开肉震啊 这种感觉 我靠下雨了 呃 10秒20秒足以把你弄的皮开肉震啊 所以说呢 这个不建议大家 这个这个穿自己的上衣啊 皮衣什么的 呃 那我们接下来说说那个手套吧 手套呢 国产有那种工装手套 白色的老公手套 别穿啊 兄弟们 你穿了你的手就凉了 啊 所以还是那句话 穿手套穿什么 一定要穿这个正常的摩托手套 像小吴这种 大家看小吴这种摩托手套 又又露风的 然后柔韧度是特别好的 对不对 然后又特别适合你手型的这种摩托手套啊 这是给大家建议的 啊 ok 这是手套 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裤子啊 裤子的话呢 牛仔裤 就是你自己很帅气的这种牛仔裤 小吴呢 也不建议大家穿 为什么呢 还是那句话 要穿正常的摩托车牛仔裤 因为 还是那句话 摩托牛仔裤呢 它有什么 有护具啊 有这个在你腿上有护具 有这个很多的这种这种安全的这种性能 啊 科技吧 啊 防磨装置同样的 你在地上 比如说在地上滑了很长时间 那相对的摩托的裤子 就比你普通的裤子怎么样 要安全一些 就不容易那么 磨 就不容易那么不容易磨损 对吧 啊 一般的摩托裤子呢 它有这种防滑装置 就是很硬 那也就是说呢 啊 它有更好的这种防磨的这种这种 这种这种 这种安全措施啊 这种安全的性能 所以说呢 这是裤子 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鞋 鞋呢 这个很重要 别穿拖鞋 啊 拖鞋这东西很不好 骑摩托拖鞋 一个不哑观 再有一个呢 你如果骑挡车的话 拖鞋这玩意儿你换挡 对吧 比如说 你换挡 你左脚上下换挡 你拿你那个肉顶 多难受啊 兄弟们 对不对 对不对 拖鞋 你骑个大包马 穿个拖鞋出来 看着也不哑观啊 是不是 然后除了拖鞋 球鞋 自己的球鞋 像范围那种球鞋 哈哈哈 小品范围那种白球鞋 别穿啊 就是 还是那句话 一个不哑观 一个呢 你也疼啊 你换挡疼啊 对吧 所以说还要换什么 摩托靴 摩托靴 好多人说小路我不想穿摩托鞋 为什么 摩托靴看起来就像骑摩托的很不方便 很厚很硬 没有 没有 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 还是那句话 看我之前有一期视频 就是我个人的装备 我有很多装备都是那种外表看起来 跟正常的衣服差不多的 但实际上它是摩托服 比如说 就外表看着就跟那个 街上那种板鞋 没区别 但实际上它是摩托靴 而且呢 还是那句话 有这个美国和欧盟的双重标准 DOT和CEC的 就是有增厚啊 增硬啊 这种方式 你这样换挡的时候 它那个在你的脚掌上 有增硬的那一层膜 那你换挡的时候也很舒服 对不对 有很多市面上有非常多这种公司去做 这种就是外表看起来像正常的衣服 但实际上是摩托的 专门的装备的这个公司啊 然后最后呢 在视频结束之前呢 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 这个咱严格来讲啊 如果你的这个 我操这哥们干嘛 他怎么不变道呢 他怎么不打山火呢 这垃圾 讨厌 差点蹭蹭 这个如果你出门的话 如果骑 比如说咱说骑车 如果你出门 我也就骑个 两三分钟 十来分钟 也就骑个两三公里 然后平均速度不超过40 而且在大炎热的夏天 那样的话 小屋就跟大家说 咱就不用穿这什么摩托服什么 没有意义 对不对 没有意义 那个而且短嘛 对不对 要凉快 什么时候才要穿 就像小屋今天说穿这些东西 而且要注意什么不要穿 对吧 对新手来说 比如说骑二三十分钟 然后完了你骑的公里数 十来公里 二十公里 对吧 然后完了平均时速 在五六十脉左右 那这种情况下 小屋告诉大家 一定要穿摩托服 因为还是那句话 你摔了是你自己的 你疼是你自己的 对不对 谁疼 只有你自己知道 对吧 就算有很多人照顾你 真正的疼 夜里疼难受 还是你自己 对吧 而且有好多人落下终身残疾 永远骑不了摩托了 这都得不偿失 对不对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好 好好听一听 小屋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然后呢 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点赞分享加评论 大家如果想让我说什么 就关于另外的这种摩托车的话题 或者是在澳洲汽车的话题 或者是在澳洲一些生活话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小屋非常的感谢大家 然后完了已经 现在已经有一万多粉了 我就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然后我再筹划这个抽奖的活动 具体怎么弄 最近学业比较忙 可能会给大家脱羹 但是这都是后话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再见咯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up 我不会甜言蜜语 就像那些渣男一样 弹着西纸汤 我只会高渴一确 希望你能理解我 便和我一起唱 A 我知道这个世上 真的感觉比不多 就像那首歌说的一样 你重复了我 你还一笑而过 所以现在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就像那一样 阿好